来关心农业方面的消息 天气夜象荷大湖河梁农传会 跟一关农业厅提债农民 加共和其方环出示 以及做水柱车急着 收货行单独准 要不够收货的注照 看天气的状况 必要的时刻要尽管电汗的灌水 它免得到去 又像逢荷減酒等级 这是收货其的素材 车尽速采收 天气夜象荷大湖河梁农传会 改农业厅提借民众 加共顺其间方环出示 以及做水柱车急着来收货行单净土 未来收货的专属是天候总控 必要是以整个电减灌水 以方辅导 过程方向来要来减少登机 所在也正在收货地 所在车尽速来采收 也会由协库民众 团体协助 构出入口领众 灰灰也正是三期的灰灰 包括到噴灰和炒灰 请它入设施来 或是家庭 后解保护 并注意设施结果安全 方台 服务以后 请民众跟业家 方环農作物 并汤海的发生 注意清衡 白毒 解水 家庭中部的经济 以及背部的管理促习 辅助農作物三両与平均 量灾害顺息降到最低 若有相关的财政显现 请主动向当地共所来通报 世心新闻卓民董 各位观察王伯德 各位乡亲世大大家好 我是管长 王张良 历情越来越严重 有人问我 这样到底要怎么 虽然严重 但是大家不能共同 拜托大家 做好三件事 我必要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出门 掛水冷 跟洗手 做好这三件事 真重要 各位乡亲 各位市团 按照政府的支持 大家团结 对抗白毒 不用怕 拜托大家 不必要的时候 不要出门 掛水冷 跟洗手 感谢 多谢 路拉 书起可以重来 但人生的取集 不能重来 加入AI科技特色班 设计属于你的未来 在嘉义县 永庆高中 跟竹崎高中 拥有专业的 AI科技师资 软硬体设备 以及大学资源 欢迎大家来报考 AI科技特色班 无缝接轨 世界库科技 我们下期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